大家好,我是荷兰的林生亮 那么也好久没跟大家在这个空间里头 畅所欲言,谈谈拆墙运动啊 谈谈恶人榜啊 谈谈关注中国政治犯这些话题了 那么有朋友就说 想听听我说几句话 那么我就录制这个语音 跟大家聊聊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的号呢 是三个号被封了 推特,Facebook也被封了 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 我还可以通过油管 油管呢,以及那个邮件 还有那个叫 Telegram,Signal,WhatsApp 还有Session 这几个可以继续 这个不受影响啊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或者什么也可以通过跟我联系 或者进入我那个 那个中共恶人榜的发布群 我呢,目前呢,也不打算 上那个推特了 那么先消停消停吧 因为我们到底现在不清楚 是因为我个人的名字敏感呢 还是他那个游戏规则 还是他那个游戏规则 那个出了问题 游戏规则 是那个针对我 还是说 是中共通过海外的代理人 对封杀我 因为目前我看所有发布 二人榜来说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跟刘栋霖 女士两个人的账号被封 我是封了三个 她是封了两个 我就加了一个那个Facebook被封了 所以说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 那么我先观察一段时间吧 我就转为做一些幕后的 除了那个油管上面 我会做一些视频 更新分享一下 自己个人的一些观点 那么我呢 现在更多的是从事在幕后 做些材料的整理 以及网站的建立 因为最终是要需要有自己 一个独立的网站 这样的话才不会被各种干扰 当然有独立网站也会被攻击 这个只要你是触动他 他那个利益 痛刺到中国的痛处 中共的痛处 那他就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打呀 那么你看 我发布了一个华春莹 不就最明显的例子吗 之前发的再多 那个个人信息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华春莹呢 就被封杀了 而且封杀处处绞杀 还连油管到处去投诉 一逮到机会就举报 他们会通过这种 就是那个社交平台的规则 来围剿你 那么同样的 我们也要了解这些规则 这样的话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那么我呢 现在啊 就是现在目前正错的就更多的就是一个情报的收集 现信息的信息的整理 以及把之前上榜的这些名单重新更新一遍 更新一遍 有些是职务发生改变的电话号码等等 这些要更新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做 那么也在这次在这里也忽悠更多人 朋友呢 去加入到拆墙运动 加入到恶人榜 这志愿者这个工作啊 转发也就是 就会成为一个志愿者 你关注也是成为一个志愿者 提供一个信息 也成为一个关注 都是志愿者啊 非常简单 没有说什么高大上的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拆墙运动 继续支持刘东霖女士 这个扛起这个大旗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很多男人真的不如男不如女 这个这个话说的也不会错的啊 那么另外呢 我现在在线下呢 就可能更多的去跟安全部门啊 跟安全机构啊 等等这些人要落地 因为大概现在整理350多个名单了 已经一年多来 那么也一个新的一个总结 还有新的开始 新的突破 那么我们这边就跟安全部门的 主要是做的就是说 帮着海外这些人 做一个那个背景调查 何谓背景调查呢 就是说这些人 是不是中共的代理人 还是说中共派来这里来窃取技术的 那么我们去调查他国内的一些背景 他父母是什么样的背景 是做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也是在保障海外的人 能够正常的表达 能够正常的去发声 不要再被这种恐惧 恐共的心理 人银鸟带在身边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特别是海外 为什么很多朋友经常说 真正做事的不超过多少个人 多少个人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他到了海外 除了要排毒之外呢 还要融入这个生活 要工作 以及面临着各种不确定 最关键的 还自身自带着那种恐惧 从中国那边带出来的那种恐惧 恐共的心理 挥之不去 那么我在这做这些外围的 清除这些垃圾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树立一个 就是说反共才是正道 当然就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在 跟荷兰的各级的官员 已经在沟通这个事 他们也会就是用政治表态 对异见人士的政治表态 那之后呢 这样的话 你必须选择 你是站在中共那一边呢 还是站在这个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这一边 这样的情况下 就会改变整个海外华侨的那政治板块 他们的改变了 那同时对身边这些真正在做事的人 有个保障 或者想做事的人 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好 那我今天呢 就现在就分享到这里 耽误大家 希望大家呢 继续支持 继续支持二联绑 支持拆墙运动 支持一人一推的 关注良心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